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外英国也是一个人节地灵的地方 这里不仅有着文明海外的伦敦塔 泰晤士河 爱丁堡城堡等 还有很多名人 比如文学巨匠莎士比亚 物理学家牛顿 二战著名人物丘吉尔等等 去这里 你不仅可以感受自然好风光 还能感受异国建筑的魅力 以及历史名人们的文化韵味 相比之下 另一个领土面积比较优越的国家 葡萄牙就稍有逊色 虽然历史上的葡萄牙风光无限 它的航海特别发达 其中新航路的开辟 具有它的一份功劳 但近年来在经济上实在令人忧心 近年来一切经济在整个欧洲 一直处于倒数的位置 虽然葡萄牙的经济有所欠缺 但在旅游上还是非常发达的 一方面 葡萄牙的历史悠久 充满古老国家的神秘气息和古典韵味 另一方面 葡萄牙两面环海 风景秀丽 尤其是海滩美景让人流连忘返 其中以蓝旗沙滩浴场最为著名 是许多游客必去的打卡圣地 听到这里 小伙伴们更喜欢哪个国家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得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 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评论 请不吝点赞评论 请不吝点赞评论